姜濤的中日新聞報導 姜濤遠征澳 以我所知 有部份姜濤都很好 不辭勞苦 一齊過澳洲 打算應援工作 跟足整個程度 過幾星期 跟足拍中藝節目 跟蹤MIRROR 高登仔非常佩服 這件事真的要加他這班不慈勞苦 自問高登仔現在坐飛機都不太行 可能若干 我再休息一段時間 雖然有部份姜濤已經去了澳洲 但是你講這個應援工作 不得不提澳洲的姜濤 澳洲姜濤後援會 這次他們厲害了 因為這次應該是姜濤第一次去澳洲 在我們認知範圍之內 以一個公司工作的身份為澳洲 所以這次澳洲的姜濤都隆重其事 搞了一系列的應援活動 去支持姜濤 支持姜濤來到澳洲第一次工作 希望他今次有一個美好的回憶 今次澳洲姜濤 其實不單是他們有動動 其餘的MIRROR 其餘十一指的應援活動 都有在澳洲的眾人 今次就是一個大激鬥 究竟哪邊的MIRROR十二指之中 哪邊的應援會 是有真正的實力 去到這個藍半球 都可以繼續應援他的偶像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激鬥 一會跟大家說 保證大家不知道 因為大家基本上不知道 其他後會不會的活動 高登仔知道 高登仔和你一一解說 所以如果你是我的頻道 我也知道有些澳洲的姜濤 都有聽我的頻道 所以就聽一下 就看看 今次我的活動是怎樣 好 開始影片之前 大家記住 讚好這條影片 還有要留言 一個心心一個笑容也好 最重要就是課金支持 因為有你們的課金支持 高登仔這條頻道 才可以儲回一些好一點的數據 跟Youtube說 我們這條頻道 是很多姜濤的支持 還有我們是不會再受到 這些hater的威脅 令到我們連影片 都被人ban了八次 出不了 所以有賴大家的支持 如果不是 我們就會被些hater的得逞 好嗎 好 說回 這件事就厲害了 老實說 其實一向 我講真的 一向澳洲的姜濤應援會 其實一直想參與多些 但是無奈 第一 其實她是在南半球 雖然你說 如果你飛澳洲 其實跟加拿大來說 澳洲比較近 但是一直都看不到 比如說澳洲姜濤校圓會那邊 姜濤校圓會那邊 就有很多 很觸目的活動 但是這次 所謂 養逼千日 用在一朝 就是這樣 姜濤這個澳洲校圓會 我不知道它成立了多久 但是 在華盛都支持了幾年 成立了一段時間 在這次 適逢姜濤 初到貴境 初到澳洲 作為澳洲的姜濤 又怎麼可能 兩手 什麼都不做呢 所以他們就推出了 一例 一系列的活動 就加上 一些香港的姜濤 就一起去努力 一起去接應 令到整個澳洲的應援活動 生機勃勃 不單止姜濤 以我所知 無論是神徒 如果暫時我收到的消息 神徒 爵士 還有好像阿J 這樣的應援會 就會相應他們都會有活動的 還有 這些道聽途說 不知道好像他們有些粉絲 也都已經是 前後腳 也都到達澳洲了 希望在這個MIRROR拍攝的時間 能夠上半左右 一路做著個勢 所以姜濤就真的 不要掉以輕心 澳洲的姜濤 你們就要全程緊貼著姜濤 你說針塗地水 沒有我們粉絲 但是立喊助威都要了 是不是 如果不是 整程好像一個姜濤都沒有 但是不要緊 我們現在目七 澳洲姜濤後援會 已經有所行動 他們會有一連串的活動 叫姜濤這個澳洲應援會 他們在MIRROR有30多人 進行這個應援活動 掛了燈牌 搬了BANNER 相當之虛陷 還有他們這次澳洲的應援會 就來自不同省份的姜濤 都在這個Melbourne那個機場 就迎接姜濤 不是迎接姜濤 都迎接姜濤 好像有些姜濤隨機 我看到一些群組分享 他們應該都中午時份到了 他們亦都預備了一些月餅 月餅小禮物放在旅遊Bar 希望等到大家姜濤去到 就可以一起進行應援活動 就非常之厲害 當然這次澳洲之旅 姜濤第一次去澳洲 當然不單止是這個應援活動 這次他搞了一堆事情 就在這個澳洲時間 明天星期六 9月30日 明天澳洲星期六 早上6點至8點 就會有一個熱氣球活動 那什麼熱氣球活動呢 那就是當一班澳洲姜濤 就為了歡迎姜濤 來到澳洲 就安排了一個叫做 To the Sunrise的熱氣球 升空應援活動 那他們就租了一個很大的 黑白色的熱氣球 那就會在9月30日 清晨6點 6點至8點這兩個小時 就會升空 那升空不僅 他們會掛了一個巨型的橫壓 那這樣 那希望到時候 如果你是身處澳洲的姜濤 就在這個Melbourne 那就可以一起望上天空 望上天空 那就可以 Melbourne就是墨爾本 OK 墨爾本市中心就會 就是這個 有這個熱氣球升空 還有有一大片的橫壓 那就可以應援姜濤 那希望到時候 姜濤是起了才可以 可以看看 我相信如果Melbourne 就不是說很大的 但是如果你說 如果升一個熱氣球 我相信全市 你去到一些比較高的位置 是可以看得到的 兩個小時 那這樣 那就 希望一眾的澳洲姜濤 就今次的活動 就有一個口號叫做 將日出 風雨不改 的陪伴和支持 那希望姜濤 在澳洲有一個快樂的旅程 那這樣 那還有呢 為什麼今次這個熱氣球 會用黑白色呢 因為它就是響應 姜濤首新歌 第十二首新歌圖 選擇這個黑白的 idea 陰陽的代表顏色 希望大家非常容易認 那也都安排了這個熱氣球 白色星空的 還有呢 就可以撫陷 這個物以本市中心的美景 這樣 這樣 厲害 這個這樣就已經準備好了 雖然兩個小時 那 我相信 就是大家 澳洲姜濤就會 什麼 這個就是 暫時 我在這個澳洲的 姜濤澳英文會那裡 就看到了 因為我平時都少看他們的活動 因為 其實都沒有活動 OK Sorry OK 那 那 這次呢 因為 這件事 因為澳洲的姜濤澳湖 這次升空的氣球 很厲害 要麼不做 要麼不到 一來就整個厲害的東西 去展示這個澳洲姜濤的決心 和應援的力量 所以 在各大的奇緣MIRROR十一指 奇緣MIRROR十一指的應援團 在得知這件事之後 在他們的群組 分分鐘 不是分分鐘 是 他們呢 就立刻 響應 就叫他們自己群組 去到澳洲 搞類似的宣傳活動 這樣 但是呢 我想可能都是 作出一些緊急的反應 所以 暫時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會做什麼 那時候就會 陸續去 報導 不過呢 今次呢 我要讚的 一件事就是說 在澳洲的姜濤 還有 我想他們應該有 跟香港的姜濤後援會 有一個聯繫 那麼今次 預約氣球 應該不是說 昨天才預約的 是不是 不是昨天預約 就是今天升空 那樣 肯定呢 已經是早早地 早了一些日子 就已經預約了 所以呢 所以呢 今次這個活動 就相當之厲害了 令到呢 今次姜濤 這個澳洲之旅呢 可以先不頭籌 就做了一個很大的氣氛出來 令到呢 大家都知道呢 這個姜濤呢 在這個澳洲呢 都有大量的英文力量 所以呢 今次這個澳洲活動呢 就生息不少了 那樣 至於呢 昨天晚上 這個 不同的姜濤的群組呢 都在那裡 在那裡說 聊天 聊天 今次這個 這個 Melbourne這個 活動 和他們拍攝工作是怎樣呢 那樣 大多數呢 就應該是說 因為 現在澳洲 就應該剛剛入夏了 那樣 就開始天氣熱了 所以呢 他們呢 應該都會多水上活動的 大家都知道 澳洲和香港 香港是北半球嘛 澳洲是南半球 所以呢 春夏秋冬呢 是調轉的 當我們呢 開始現在叫做 中秋啦 對呀 中秋節了 祝願大家 人月亮團圓 健健 開開心心 應援順利 那樣 那 即我們都中秋啦 應該入秋了 即已經入秋了 其實已經入秋了 但是當然 也是很熱啦 那樣 澳洲那邊 就應該入夏了 開始 所以剛剛一個隊 那樣 所以呢 這次他們這個 澳洲拍攝之旅呢 MIRROR的成員 就應該會有很多 水上的活動 在Melbourne 就是 希望呢 就是一個 做一個活潑的活動形象 那樣 所以呢 那些呢 一眾的姜糖呢 也都呢 已經是脈絡緊固了 譬如可能 訂一個旅遊巴 那他們呢 那他們呢 就會呢 沿途呢 跟著這個 MIRROR的 拍攝旅程了 那就是因為 你們知道啦 那 澳洲都很大的嘛 那所以呢 所以呢 MIRROR呢 這次呢 就會挑選了幾個地點 去拍攝他的綜藝節目 譬如說 玩也好 或者是比賽也好 包括一些水上活動 一些叢林活動 那樣 那所以呢 整個過程呢 基本上呢 有一班姜糖 其實也不僅僅 有一班鏡粉呢 在下塔的酒店附近呢 那已經訂了旅遊巴 那他們呢 會呢 跟隨MIRROR的拍攝工作 去到那個地方 就跟著MIRROR一起拍和應援啦 那有機會 當然可以送信也好 不信信也好 那這樣 那這次呢 澳洲的姜糖呢 開心死了 開心死了 那因為這次 我們不用搭飛機 因為上當日 你就算是說近近地 姜糖430那時候 那些澳洲姜糖呢 就等到回來香港那裏 就支持他那個430的籌款活動 加上剛剛那個 那個姜糖的個人演唱會呢 就剛剛落網啦 那那裏呢 有些姜糖呢 都會回來 你知道機票不便宜嗎 這段時間 是不是 就是那些航運力 還未恢復100% 但是那些價錢 已經恢復180% 他們這次就很開心啦 就不用一路就去這個 回來香港買機票 直接呢 這次姜糖去到Melbourne 但是當然有些姜糖 就不是說真的住在Melbourne 有些住在Sidley 是不是 就是有不同的區域 這樣 但是通常香港人都是住在Sidley Melbourne的地方 這些這樣的地方 就令到一眾的姜糖 澳洲的姜糖就非常開心 那除了訂車去跟這個姜糖之外 他們還會搞一些茶醉 是不是 就是我看回那些姜糖分享的 姜糖官 搞一些茶醉 可能在拍攝期間 或者拍完他們下塔酒店的期間 他們可能就去喝喝吃吃 分享一下姜濤的一些應援活動的心情 或者一些交換一些應援物 如果香港的姜糖飛了去 他們都應該帶到一些地道的手信 譬如可能姜濤的月餅 因為香港的姜糖就很幸福的 他們可以訂到姜濤的月餅 但是他們好像沒有去海外 我記得 我忘記了 所以 好像說有些姜糖 香港的姜糖 都帶姜濤的澳洲品牌的月餅 去到澳洲 就當作送禮給澳洲的姜糖 人月兩團圓 象徵 香港的姜糖其實都很幸福 我經常都說 在我的頻道 有很多不同的觀眾聽眾 我經常在不同的世界各地的姜糖都有聽 他們有時都會給我一些信息 就說一些東西給我聽 我都知道有時我們是很幸福的 因為香港是姜濤的根據地 我們要接觸姜濤的活動 你想想 上次可樂公司 我們最遠去到赤柱 譬如有些住在香港島更加方便 譬如我就當你住在天水圍 最遠了 我就當你住在天水圍 最遠了 他們都是說去赤柱 我頂重你過來兩個小時 結果就不像外國的姜糖 你不要說是澳洲 你就算是台灣 有時飛過來都要三個多四個小時 來到又要山長水園 又要訂酒店 有些在香港可能沒有跟 要訂酒店又要等 都很大費周章 所以他們有時都跟高登仔分享 都很羨慕香港的姜糖 拿應援又快 買應援又快 交換情報又快 你說 朝早知道姜濤在哪裡工作 那就去應援又快 他們姜糖只不過是 幸好現在後網絡時代的訊息 流流通量大和足夠 否則他們有時都未必那麼容易 去觸摸到一些姜糖 即是姜濤的資料 所以我想 凡之種種這些 就在說 善慕 善慕一眾的香港姜糖 不過我自己覺得這次不羨慕 因為我們香港姜糖 沒有辦法隨行 大部分 高登仔都沒有 這次我都沒有去澳洲 因為暫時去不了 我自己可能未來這半年都搭到飛機 那麼 那麼 到我們 確實在 你們澳洲姜糖 就可以 親自這幾星期 緊貼著姜濤的行程 那麼 替我匯報 對不起 不是匯報 對不起 因為 因為我認識幾個澳洲的姜糖 他們都有聽我的頻道 他們都會隨斷的 所以他們都會拍到一些漂亮的照片 又或者得到一些什麼資訊 都會通知高登仔 那麼我都略落力 這個禮拜 看看可以緊貼到姜濤 多少澳洲之類的最新消息 或者可能有些獨家相片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大家 記住 密切留意高登仔這條頻道 在澳洲期間 那麼 所以 今次都 趁這個機會 我也很感謝 澳洲的姜糖 對於 高登仔的 鼎力相助 因為我們去不了 所以 所有的消息 都由澳洲姜糖那邊 可以給回來 那麼當然 你說 隨團有些記者 那麼 可能一路拍攝都不一定 但是 我們始終是記者 我們始終是姜糖 所以 有時姜糖的一些訊息消息 就由他們發放給我們 我就很高興了 所以 我們密切留意 高登仔會為你 積極進行這個報導 希望 我們有最新消息 去第一時間 為我們的觀眾聽眾 提供姜濤的澳洲之類的訊息 好嗎 好 今節姜濤的綜合新聞就是這麼多 下一次我們回來 繼續